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国内第一深情范儿的青年演员了 他还举了一个技术上的例子 说一个很简单的 在国外的一些成熟演员很简单 就是眼泪在眼眶里头将落未落 这个状态说描述起来很简单 但是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只有逻辑能做到 这是我看过一段话 那这样是不是已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在感染力这方面 已经有比较大的经验和成就了 可不可以这么说 不可以 难道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所有人对我的认可 但我是一个强迫症 我不认为那是好 我不认为 至少我不认为那是我可以得到满足的 如果等到有一天我自己认为我对了 我什么都对了的时候 也就是我已经就只能走到这了 那有没有就说可以说是就在业务上想对标的 放在那个地方想学习的 国内的像咱们电视剧这边陈道明陈宝国 国外的呢也有人喜欢马龙白兰度 不敢不敢我不敢跟任何的前辈去去去怎么样 我只想着就是跟我自己比 我是否今年比去年好 我去年 有哪些地方有问题 我怎么去改进 嗯 嗯 我有我有我有偶像 阿帕西诺 但在发生顿 嗯 每一部戏 我看到他们每一部戏的时候 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都会觉得 哇 这是我的偶像 张国荣 嗯 但是 你跟他们是没法比的 本来就是两个人嘛 两个才智嘛 所以说 我觉得我跟 我只能是跟我自己比 但是 庆幸的是 在我的头脑当中 我对 美 美好事物的审美 首先一点 我觉得我能 我能拍着胸部说 我是个三观非常正的人 嗯 感觉到了 所以我不怕我的路会走偏 再往后走的是 就像 我不敢 我不敢唱歌 我不敢 去说 我是一个专业的 呃 特别专业的一个学武术的 为什么 你明明也算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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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不敢这么说啊 他们比演员 比演戏 更厉害的是在于 他们是直接的感染力 嗯 一首歌 你的悲伤 和你的热情 你通过音乐去表达 你需要有多么 强的感染力 才能让听到你歌的人 为之感动 嗯 就像 你看到非洲人跳舞的时候 非洲人跳内舞 可能也没有什么规范的动作 当当当当当当 就等着你 你看着他之后 你就会跟着他的节奏在动 嗯 这是感染力 嗯 我总觉得这种感染力 我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很欠缺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是 就是人类原始的艺术 原始的本性 这个是第七艺术了 都已经是 对 所以所以我 所以我会特别害怕去表达 包括你说武术 我知道 太极也好 或者是说 少林拳 小红拳 大红拳 包括男拳 包括 你真去 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都学过 你是戏校还是武校 我小时候最早是学武术 啊 然后后来唱戏 嗯 为什么我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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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很 在我心里 我会对这些东西 都特别 有一个特别敬仰的心 嗯 但是我认为 我也知道什么叫好 但我总认为 我离那个好真的好远啊 那你是后来因为 从事其他行业以后 你没法去持续的对他下功夫了 一直练武术下来 可能也就达到自己想达到那个位置了 也不一定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你光靠努力就可以的 是有天赋的 是 就像跳舞一样 你说跳芭蕾的人 有的人练一辈子 把动作都练得很标准了 你去参加比赛也好 或者去干嘛也好 有天赋的一个动作往那一亮 感觉就有了 你练了十年了 你亮十个动作 你不如别人随便亮一下 是 但他还有另一种转化方式嘛 你比如说 成龙红金宝 这都是戏班子出身 可能如果练 练这个武术功底啊 练这个唱戏功底 他肯定不如一辈子做这事的人 但他通过电影 对这个武术 对戏曲艺术的这个发扬光大 可能是从事这个人 还做不到的 大家去输出的方式不一样 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能看到那些好 你知道吗 所以你应该去拍一大戏 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我不够好 就我能看到那些好 我能感受到那些好 但是我总觉得我自己不够好 所以我就不敢 那你现在选择的表演这个职业 你觉得是最适合你的 是 这是一个 让我觉得很幸福的职业 我可以通过我的决策 去表达我的情感 包括我生活当中的 有一些 积攒下来的情感 因为我生活当中是一个 没有大喜大悲的人 就窝在心里头 再大的事 再高兴的事 身边人都很高兴 我说 再难过的事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自己难过的事 不管是情感也好 什么也好 都在找我跟我诉说 所有的负能量 全部都倒到我身上 你就是那个树洞 我要 我要把这个负能量吸收之后 再反馈正能量给他 而我的负能量呢 所以我会通过角色 去释放这些东西 所以我有一次 我在微博里说了一句话 我说 演员只能躲在角色的背后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那这样说 其实对于你的工作来说 它反倒是一个有利条件 对呀 所以我永远都在说 很多人问我 他说你这样大密度拍戏 你累不累 我说我不累啊 我说我很享受 反的东西都通过这个释放 我很享受 我在工作的这个状态 我生活当中是一滴眼泪都不会掉的人 对这个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了 是不是有一个情绪控制的一个阀门啊 就是一旦要超过这个正常的弹性范围 也不一定 就是我生活当中好像不会为我自己的事情去 有太多情绪的表达 但是我又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 可能某一个细节会让触动到我某一个点 我永远会在为别人的事情感动 那会爆发吗 比如说片场觉得该达到的一个条件就是没达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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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不会爆发 这不会 完全不会 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团队的活 大家都不容易 对吧 大家都不容易 你为什么要 除非是说出现在 一些非常业余的问题上出现问题 然后可能我会 会生气 你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录录东西 突然旁边老人打电话 或者在说话 就已经完全干扰到我们的工作往下进行的时候 我会不高兴 但其他时候完全不会 我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跟特别好的哥们一样 尤其是在现场包括每一个工作人员 场务啊灯光啊 因为我会觉得大家在相处这几个月的时间很不容易 什么样的缘分才可以从那么多人的里面大家碰到一起来工作四个月 他们也很辛苦 我希望大家跟我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终要做的事 而不是说你到现场了你天天就板着个脸 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是可能今天的戏是这样 或者我这个人物是一个那样的人物 你刚才说到了对于武术和对于戏曲艺术还是有情节 那想不想正经八百的拍一部打戏 有照一个甚至说客串一下这个 就是在某个瞬间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星 这个东西都要看缘分的吧 有过这样的机会吧 我看你也拍过一些武戏啊 但是你比如说我的传奇奶奶什么那个就有点乱哄哄的 反正是对其实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想要去表达 就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想要去对于动作戏的 是如何表达的一个这样的工作的机会吧 我不急 我不急 这个可能对我一点都不急 机会去拍电影才有这种 一点都不急 我觉得其实是呃每一个人对动作戏的理解不一样 你看成龙大哥对动作的理解 嗯 曾子丹老师对动作的理解 李连杰老师对动作的理解 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 包括最新的 嗯 那个 胡经 呃 胡经导演对这个动作的理解 其实都不一样 那每一个阶段 对动作的 你比如说李连杰老师那个时候的动作 嗯 漂亮 听拔 成龙老师的动作 幽默 诙谐 同时做到 那 曾子丹老师 从叶问开始对动作的理解 快 很 嗯 那 胡经老师对 对对动作的理解的这种 具有幽默性 还有爱国 快 很 就是就是有这 但可能如果有一天我要再去做的时候 我又有不同的东西在里头 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新问题 你将来会有朝一日 因为演员跨行做导演 抓剧本 做艺术总监 已经是一个流行了 你会去 想是 实现一个彻底的表达 也做这件事情吗 我可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认为 嗯 对 我先把我自己的演员当好吧 对 就是 嗯 不排除 积累到一定的时间 要追求的东西还很多 要学习的东西也还很多 我永远都不会同时做两件事一样 嗯 如果让我同时做两件事 我会特别特别的纠结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拍戏的老模也是 可以一年拍三部戏 但是一定是一部完了再拍另一部 对 不会同时拍两部 对 今年出现了一个 嗯 但当然最后也没有影响到 这个戏的品质了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文艺 文艺电影情 就是 特殊爱好的人 嗯 因为可能是一开始我拍的戏 一开始拍的就是文艺电影 然后呢 当时我在拍《幕后之王》拍之前 有一个电影在找我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我真的没有时间 我说我不会两边一起拍 嗯 然后呢 三次 我们已经拒绝了三次了 好几次已经跟导演说 那算了 不 不 去不了了 因为导演 因为导演也是一个特别执着 而且 在艺术方面特别严格要求的人 就是他认定了 他觉得你合适这个角色 他就真的会想尽一切办法 做自己最大的努力 结果最后导演的这种方式 真的是打动了我 最后我公司的人跟我说 说 嗯 你这样不行的话 那边拍一段时间之后 我原以为是我这个戏杀青之后 就是《幕后之王》杀青之后 我再进到那边剧组去拍 但后来因为场景的问题 各种问题 跟我说说 我们可能在拍《幕后之王》 拍《幕后之王》的中间 可能要去上海拍几天 哇 我一下就崩溃了 但那几天真的很难熬 很难熬 对于我来说 但好在于是我们都 顺利的把这个戏拍完了 而且我觉得 有很多东西拍的还不错 但是那是我的唯一一次 也应该会是最后一次 但确实是因为当时李凯导演 真的他的状态 包括他的这种 因为我深知做文艺电影的导演 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我每次当我看到他 或者是想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会特别心疼他们 就虽然我也不算什么了 但我觉得我要对得起别人 能够那么看得起我 能够那么看中我的这一份心吧 我觉得 再加上当时 其实我觉得戏也不是很多 所以就只做力 文艺电影它体量应该也不会太大 对不会太大 如果是两部电视剧 每部都给你有上千场的戏的话 那不那不可能 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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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给你 你说你说什么样的条件 再怎么样我都不会 两部电视剧 剧嘎一块是肯定不可能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谈的跟演艺这个事业关系不大 就是会说到跟粉丝的关系 因为你的粉丝其实是非常多 也非常忠实的 在所谓那个就是 还没有演那几个大红的戏的时候呢 其实粉丝已经 已经很多了啊 刚才谭飞还跟你说什么流量啊 他指的也就是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粉丝呢 他就是有一些特性啊 比较忠实于自己的偶像呢 有时候过于忠实会产生一些侵略性 会会有一些战斗力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说的是如果啊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怎么来规劝这些粉丝 怎么来跟他们相处 首先一点 我觉得 我虽然以前说过很多次 但是今天通过镜头 还是想表达的是 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影迷 在我也不怎么发微博 除了拍戏就消失的这个状态下 依然能够那么支持我 我微博也不发照片 也也也很少会会有 写真照也不多 对 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喜欢拍照片 对 所以所以首先一点 在这我特别的感谢 所有的粉丝 能够这么支持我 包括我公司的人 说罗静能当你粉丝的人是真粉 就是依然能够 这样来对待我这个人 首先一点 我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然后再做的一件事 就是之前我也说过 我说 我希望 我们之间的情感是细水长流 我说我最最最希望的是 是有一天 你们都变成老头老太太了 我也是老头老太太了 我依然在演着我的戏 你们依然在看着你们喜欢的戏 对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也不要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但是我永远都在规劝所有的人 就是要理智的去面对自己喜欢的人和事 不争不强 这是对自己的自信 你这个三观确实太正了 有些发张照片还先发一模糊的 然后说如果想看清晰版的话 交三块钱 交五块钱 交五块钱太少了 就像我老说的一句话 我说我何德何能 可以让那么多人不认识 我不认识的人 那么喜欢我 对我那么好 所以我无以回报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尽量的多拍好戏 来给大家看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一直在问你是 比如说想演这个角色 想演那个角色 但是你都否定了 那你自己在想象当中 有没有一个就说 想演一个角色 比如说有的演员就想演一个精神病 有的演员想演一个乞丐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你不回答的话 我还有一个备用的问题 就是说 你觉得你在你这个演艺 表演业务的修炼上 还觉得有哪些方面 需要做比较高的提升 和反复的锤炼 好像人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 作为我来说 别人我不知道 作为我来说 我觉得好像每个阶段 我想表达的东西都不一样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我最想 特别想演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 特别想演一个特别 特立独行 特别独特的人 这是刚入行时候 可是后来慢慢的 我就想演一个看似平淡的人 直到去年 我拍《为了你》 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哇我好喜欢 我喜欢这样的一个平平淡淡的人 在一个这样的平平淡淡的环境里 去跟自己的爱人 平平淡淡的过着生活 但是出现了很多鸡毛蒜皮的事 然后产生一些小矛盾 我觉得好像就很真实 唐家三少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一个小说吧 对而且我觉得 我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 真的是被他感动到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事嘛 我在现场一直跟导演 跟所有的创作团队 也许有些人不知道 我把他们的故事 把唐家三少他们的故事 有的时候我会跟有些人说 我说我特别希望 能够去帮别人完成这个愿望 我觉得这也是我做演员的一个价值吧 就是哪怕能够让他们看到 他们曾经美好的过往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值得的 所以每一个阶段 你想要演的角色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我现在去说一个定论 我一定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我听到一点 就是说你很愿意扶植一些 可能还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些文艺片 如果文艺片 不不能说扶植 这个事不对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我对这样的电影 其实我有一种独特的喜好 可能是因为我一开始入行的时候 拍的就是这样的电影 那我也深知他们的不容易 就像我第一次拍一个文艺电影 我们所有的人到了福建住在毛皮房里头 七八个人躺在地价的凉席上 我们拍了三个月 但我觉得好快乐 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有钱 一分钱都没有 所有人都没有钱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快乐 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为这个戏去努力 甭管拍成什么样 但我觉得那个过程 反正我觉得我是挺喜欢的 包括现在我也会觉得 有好的文艺电影 然后我会觉得 我也愿意拿出时间来 去做这个事 就我觉得 他很有力量 好 我的问题基本上就问完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收看